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二十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欧盟和中国关系有关情况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针对中国对立陶宛所采取的贸易禁令 欧盟正式向WTO提出资商请求 根据来自报道 中国可能因此被指控对立陶宛实施非正式贸易禁令 因而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欧盟现在已经宣布完成对中国向立陶宛实施胁迫的调查 并表示在世贸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报道表示过去几个月 欧盟调查了受中国贸易禁令影响的立陶宛商界 搜集了大量数据 目前已向位于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提出咨询请求 法国贸易部长表示 欧盟就事件的调查已经结束 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全力支持此次行动 如果世贸成员产生贸易争端 一方成员可以向WTO提出资商请求 而涉及争议的另外一方要在一定时期内回复是否开展双边资商 同时欧盟职委会副主席东布洛夫斯基在周四表示 欧盟和中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立陶宛问题上的争执 他说从欧盟方面来看 我们正试图友好的解决争端 有两条平行的道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表示 中国一贯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事 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他说我们也提醒欧盟方面 明辨是非警惕立陶宛绑架中欧关系的企图 此前立陶宛允许在首都维尔牛斯开设台湾代表处 中国和立陶宛之间发生争端 中国降低与立陶宛的外交层级关系 并向跨国公司施压 要求切断与立陶宛的联系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时政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联合早报的整理报道 根据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中国官方媒体所发布消息 习近平今年春节前夕赴山西考察调研 二十六日下午先到山西省霍州市某地 走进村民家中看望 主要是了解山西灾后重建 秋冬补种 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等有关内容 根据现场视频 习近平走进村民家中 特别问及有关于吃饭穿衣的情况 按照中国官方惯例高层每年春节前夕都会下基层进行调研 在去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去贵州到毕节贵阳等地的农村社区超市 公开信息显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春节前夫妻曾考察省份 包括云南四川河北江西陕西内蒙和甘肃等 而说及贵州 在今天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生产安全约谈实施办法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约谈了贵州人民政府以及住房城乡建设厅毕节政府等主要负责人 约谈特别表示 元旦假期发生了毕节建树工地重大滑坡事故 是今年全国第一起重大事故 影响十分恶劣 又说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安全发展理念没有巩固树立 安全生产责任关卡层层失守 教训深刻影响十分严重 约谈表示贵州省要深刻反思采取果断措施 约谈要求要切实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理直气壮从严从实如履薄冰守住底线 再为您关注的是中国社会有关新闻 东莞康华医院某手术室举行2022年终总结大会 被网友发现会场悬挂条府是呼呼声微迎新年 手术室里全市前引起很大争议 此后在1月27日康华医院向公众道歉 说1月21日晚手术室有人员自发组织用餐 主要是为了营造轻松的用餐氛围 有人制作了横幅 但是横幅内容表述不恰当 又表示这严重违背了医院的宗旨 到网络上之后产生了恶劣影响 同时医院方面说 已经第一时间对责任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会对涉事组织和个人做调查 按照医院规章制度严肃处理 再为您关注的是北京疫情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在1月27日发布会上表示 截止今天当地下午四点新增本土新冠病例确诊四例 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而公安通报从疫情以来 有三人因为擅自外出不配合防疫被刑事拘留 在发布会上公安局副局长通报了三起刑居案件 原来是三位曾在丰台活动的男子 获得了北京健康宝弹窗提示 或防疫工作人员通知要居家隔离 但是仍然违反防疫规定外出 因而被公安刑居 再为您关注的是军事国防方面的消息 根据国防部官网消息 美日近期在台湾问题上大肆炒作 有专家认为美日正把台海政策向实际操作推进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日在台湾问题上陷得越深 将来会疼得越厉害 根据来自国防部发言人的新闻稿 美日介入台湾问题是危险的动向 他同时强调解放军意志金如磐石 手段不断增强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近期美日外长防长举行二加二线上会议 吴谦表示恶意渲染中国威胁才是给世界和地区带来的最大挑战 吴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套规则 不是基于小圈子利益的规则 他又强调少数国家主张利己主义秩序 而在秩序和规则问题上 美日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 此前华尔街网报为您介绍 美日近期有战略核潜艇停靠关岛 航母群在中国周边聚集并开展演练 中国媒体一直解读 这是美国和盟友在冬奥会前后或期间 在周边举行军事演习活动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对中国的某一种威慑 而就此吴谦则表示 美方承认马斯廷号故意抵禁侦查 去年四月中国军队在现地处置基础上 已对此事进行了严厉批驳和严正交涉 他又说美方挑衅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这是霸权综合症和认知障碍 确实到了应该好好置一致的时候了 在我们您关注到的是经济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彭博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政府拟议的一项协议是让恒大通过出售大部分资产进行拆分 除了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之外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恒大地产的主要债权人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 或将接管恒大所有未出售的房地产 此前有关于中国房地产不良债务问题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近日要多家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开会 表态希望借由处置不良资产收购并购等方式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报道表示这样的举动被认为中国以导入AMC方式 加速处理包含恒大在内的多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问题 以避免引发下一步金融风险 分析指出中国金融监管最高部门推动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风险房企资产处理 显示风险资产处置关口前移的政策信号 中国政府对于处理房地产行业金融风险的态度逐渐主动 除了要求恒大等出售资产之外 现也对于房地产金融政策有所调整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天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深夜发布消息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与外长王毅进行通话 强调了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为 对于全球安全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 向中国方面表达了缓解紧张局势 并通过外交努力向前迈进是负责任做法的有关立场 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 布林肯和王毅还就两国元首去年十一月十五日视频会议后 双方如何推进相关工作交换了意见 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则表示 王毅对布林肯说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落实两位元首去年十一月视频会晤达成的共识 但是世人看到的是美方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也没有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 美方仍不断推出涉华错误言行 使得两国关系受到了新的冲击 以此可见中国官方对于会谈的强调重点在中美关系 而美国方面强调重点则在现实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此外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表示美国正准备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陆基导弹 俄罗斯方面表示 如果不确保该领域的克制和可预测性导弹危机将不可避免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 在去年五月张一鸣辞去字节跳动CEO董事长职务之后 现在又卸下了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职务 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张立东接任 张一鸣不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引述字节跳动接近人士表示 张一鸣退出多家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治理的正常变动 目前字节跳动的整体发展由梁汝波接任 从去年年中开始 张一鸣陆续辞去多项字节跳动和关联公司的职务 在五月张一鸣发内部信 宣布年底前将卸任CEO 同年十一月张一鸣正式辞职CEO和董事长由联合创始人梁汝波接任 此外不管是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还是短影音平台快手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都退出第一线引起外界关注 外界普遍认为这与中国官方加强监管网络平台企业有关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